我刚才没吐吧 没有 也是 也没吃几口啊 胡队 我听台风说你胃不好 这是刚才给你打的粥 你赶快趁热喝了吧 没胃口 没有口 也得吃两口啊 喝点热粥 胃会舒服一些 不然 我能喂你 别别别 我自己来吧 我说 以后这种一个都不认识的局 你就别叫我了 那他们这帮人 还会想着拉你过来的 你这个人面子又薄 盯不住劝子 什么面子不面子 还不是想让我给他们扛事 我跟你说 也就是咱俩这种从小玩到大的 那才叫哥们儿呢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那你就别瞒着我了 咱俩事前不是说好了吗 哥们儿归哥们儿 我生意上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话 你还是别参谎 我怕你问多了 这就变味了 见外不是 有事你就说 我也是实事求是 能帮我才帮的 真没事 行 没事就没事 慢点慢点 你没事吧 没事 我送你上去 优胜点 别有时候麻烦出来 行 我知道了 那你赶紧上去吧 我走了 行行 拿点回去吧 好 我走了 电话联系啊 您电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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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龙 我 你给我查一下 我那个老同学谭峰 还有他那个蓝海科帽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查完了告诉我啊 这是假超啊 是假超啊 不是假超 我找你干嘛 这是一个瓜农啊 最近通过局长信箱 给我寄过来的 你看看 这瓜农反应呢 最近啊 他拿着自己卖瓜的收入 到邮局呢 给上大学的孩子寄钱 结果人邮局 发现了两张假超 给退回来 这对于农民来说 也有不小的损失 市面上已经很久没有发现 假超了呀 而且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情况看 没发现有这个大规模团伙 在我市贩卖运输假超的线报啊 是啊 咱不能掉下轻心啊 很有可能 这就是案子的开始 平州顺州的两个市的公安局的局长 最近也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他们那两个地区啊 也发生了涉及假超的案 是按金额呢 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这个假超的特征 就是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 根据情况分析呢 这个案子的源头 可能就在我们地区 那就是说 这个上家有可能藏在咱这儿 对 花姨 喂 可腰糖多少钱 两块钱一个 你看我这儿没零碗 我找你 拿好 找他钱 妈 您该回去了啊 一会儿还得接洋洋呢 行 我接洋洋 刚说的 这钱怎么是假的呀 阿姨看一看 华润 听过华润吧 听说过 我是华润的小杨 上面又有电话 想买房找我 你叫什么 小杨啊 我外孙子也叫小杨 这才叫缘分呢 这么着阿姨 想买房你联系我 你说现在这房价 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吧 你说你再不买真敢上 谁说不是呢 谁说不是呢 我认识的人只要买了房子 全赚 那这么着阿姨 那我就不耽误您了 方便连过电话 如果有好的地段回应 第一时间告诉您 行 我说你进 好嘞 您说阿姨 真是一假乱真啊 这犯罪分子手段 越来越光明了 不是啊 那个小卖部里边 特别遗憾 没装摄像头 不过我们在门外的马路上 找到了一个 拍到了当时犯罪嫌疑人的 一个侧影 就是不是很清楚 你看 就是他 这基本上看不清楚啊 嗯 哎 那那个侍主说 这人长什么模样了吗 根据 小卖部的老板娘回忆 说应该是一个小伙子 年龄不大 衣着也很干净 说话的时候 脸上还老呆着笑 骗子都是这样 让你放松警惕一下 哎 哎 这张假钱跟之前发现的 一些罐头都一样吗 一样 不知 是 像这种案子 如果我们一时半会儿 抓不到这个犯罪嫌疑人 那该怎么办 着什么急啊 这种案子就得耐心地等 这家伙早晚要出现 嗯 但即便是找到他 也不能打造警舍 这种到小卖部来的 那都是小鱼小虾 鲜眼的 顺藤摸瓜 抓到最后那条大鱼 才算是活干得漂亮的 明白了 直接抓他报复 喂 谁呀 喂 童阿姨是吧 我是华人业务员小杨 您的外孙子 您还记得吗 哦 记得记得 刚才还不是见过面吗 童阿姨 有这么个事 现在有一批罚布房 由市法院处理 三十万一套 特便宜 您看 建筑面积一百六 实用面积一百三 但是法院说了 studio Ding 咱俩交现金 交了钱 当场就能拿钥匙 你说这个实用面积一百三 三十万 那 我得先看看房吧 哎哟 阿姨就在您的旁边 但是房子被法院查封呢 得下里边才能看房 小杨啊 你说这买房的可不是买萝卜白菜 我不看房哪行啊 要不这么着吧 阿姨 我给您问好喽 我再带您去看房 你看怎么样 不过咱得等两三天 行吗 行 行 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 大爷 佟阿姨 小杨 怎么样 佟阿姨 您看 真对不起 咱这房看不了了 怎么了 一共就那几套我给问了 但是又卖完了 小杨 你怎么不给阿姨留一套啊 阿姨 您说这家人家一听 直接拿钱去寿龙处交钱了 你说我们干这行的又不能不卖对吧 你看阿姨 这回真对不住了 下回有机会 我肯定告诉你 不就三十万呢 我也能交现钱 小杨 你再帮我看看 看有没有富裕的 行 阿姨都这么说了 我肯定试试 但是 别抱太大希望 就算阿姨求你了 行吧 谢谢 谢谢啊 好嘞 哎 童阿姨 小杨 怎么样 童阿姨啊 还真有好消息 我刚跟我们主管通过电话 她说真有两套房子没交钱 不过已经被订出去了 房主现在在路上 但是我跟她说了 您是我亲外婆 只要您先来 其中一套肯定是您的 您还想要吗 要要要 那好阿姨 咱就拿身份证 户口本 还有三十万现金 赶紧找我来 要不又让人抢走了 行 小杨 你把你的地址 马上发到我的手机上 我到银行取了钱 立刻去找你 一定等着我 好好好 好好好 身份证 身份证 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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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钱带了吧 瞧你说的 能不带钱吗 那个我帮你拿 走走走 怎么样 留下了没啊 阿姨 阿姨 你看人这么多 要不这么着吧 那个 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写一条 我告诉我们老总 给您加个三 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都到这儿了 那个 大条 对 这个是正式的 今日 收 铜红鹰 铜红鹰 三十万 三十万 圆整 收款人 张强 这个 是您的 那我就 这 这可是三十万呢 您看 这 这 真排不上了 行吧 嗯 等我啊 一定要等我啊 来 大家都说 这儿我没有试试 谢谢你 小杨 咱俩 灶俩 又开子 小杨 你看见小杨了吗 不认识 不是 他跟你们一样 也是手楼员 大名叫张强 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妈 你怎么又打电话过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这边一有消息 就给你打过去吗 好好好 你别着急了啊 我这边一有消息 立刻通知 这是一惯犯 这张强肯定是个假名字 这一下被骗了三十万 这不要了老太太的命吗 可不是吗 他刚才闹着要跳楼 这好不容易才给劝下来 原来以为这街头诈骗 只是小打小闹 现在看来的确是升级了 林志华已经派人出去了 看看能找到些什么的 先别着急了 嗯 胡志 我刚刚得到县人的消息 三爷近期要去南平 南平什么地方能确定吗 确定不了 这个县人也没见过三爷 他是听道上南说的 不能不信 也不能全信 跟南平那边的公安先打个招呼 继续监控 明白 等会儿 我上次让你查的谭峰出了什么事 你查了没有 我查了 谭峰他们公司最近 从美国进口的一批电缆 被海关给扣了 是私货吧 还真不是走私 可能是他事办得有点急 手续不全 海关怀疑是走私就给扣了 按值多少 大概三四百万吧 不算多呀 是不多 不过我还打听了一下 他的投资最近不太顺利 要是这批货过不来 他的资金链有可能会断 你去忙吧 把门带着 来 喂 王管长 我胡特强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样啊 我有一个事啊 请你帮个忙啊 应该就是那个探头拍到的 应该就是那个探头拍到的 喂 林子 政委 黑皮包找着了 对 在一个掀上头附近的垃圾桶里头 在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知道了 那皮包找到了 钱一分都没了 那包里的钱没了是必然的 其他钱你先别着急了 还不急 急了也没用了 走 咱先看看 事发地点的监控录下 好 我看这嫌疑人啊 动作比较麻利 显得很老烈 他会不会有前科呀 这是摄楼处内部的监控故障 他从另一个门出去了 后面没有摄像头 没有监控倒塌 他再次出现时已经走在大街上了 夹着那个黑包往前走 他不行 为什么不打车呢 这家有同伙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 得手以后 罪犯最大的心愿就是快速离开现场 你看他 从售楼处出来 步行了五分钟 这肯定有同伙 在什么地方挡了呀 现在没有犯罪嫌疑人 进入储蓄所的录像 要么他根本没进去 要么还有一种可能 他把钱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去存钱 现在 就分别查这条路上三家储蓄所 查昨天下午三点 有没有人一次性捕存了三十万 老钟 你看呢 去把你这四处查 来来来 开始开始 老达 就是 这什么局啊 没什么局啊 我哥们给我弄来两瓶好酒 我把你和嫂子请过来一起尝一尝 你看先开哪个 都太奢侈了 要不换南家乡酒吧 你看老土了不是 这家乡酒什么时候不能喝呀 这好酒可不是天天有的 知道吗 今朝有好酒今朝醉 懂不懂 来 我来决定先开这个 三十年尘尿 老谭 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那么客气 有什么事你就说 没准我们家德强真能帮上忙呢 我跟我这个老发小 再一起喝点酒就必须得有什么事啊 我接个电话 我分着 我 来 子队 来 我来 还管你别活放了 真的 好了 好了 来 恭喜啊 我朋友跟我说 我这件事情 背后有人帮了一大忙 啥也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来 真是你 我喝这个 谢谢胡罪 慢点 慢点 行啊你 不声不响 给谭峰解决一大麻烦 我的发小 我的心里当然得有数啊 那罗彤 怎么回事啊 那 那谭峰的老婆不是常年在国外吗 那 他不就 那什么了吗 他那样 长得可不像愿意填矿的种啊 提醒过了 咱呀 就别替人家操心了 你老跟他在一块 别学坏了啊 别闹啊 我们都查过了 昨天下午三点半以后 没有人一次性存入三十万现金 最多的一笔只有二十二万 谢谢啊 昨天下午我们锁儿最大的一笔存款是二十八万 没有存三十万的 谢谢 好 我已经都查过了 昨天我们这儿超过三十万的现金交易 只有两笔 一笔是三十二万 一笔是四十五万 而且都是老熟人 好 那行 谢谢你 纪经理 那我们走吧 只有建行昨天下午有一笔存二十八万的 没有存三十万的 那这二十八万的最接近了 走吧 去建行 这人肯定不是那小伙子 经理 还有其他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有 你帮我调一下 不用了 真是我认识 你认识吗 刘清宇 刘清宇 当年我还在交警队的时候 她因为偷摩托车 被我抓过一回 她把她找来吗 我去 我跟李耀勇是御友 然后我们俩也算哥们 她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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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勇是谁啊 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 画名还是真名 真名啊 画名 她画名叫张强 对 我们老太太说那人也叫张强 你接着说 那个 她答应事成之后 给我一万块钱好处费 你接着说 那个 她答应事成之后 给我一万块钱好处费 你接着说 我摸不开面我就答应了 昨天下午三点钟 在她规定的时间和地方 我开上车去接她 然后她给了我二十九万 她自己装了一万 然后我从二十九万里边 拿了一万做好处费 剩下的二十八万 我存在一个 我以前的银行账户上 然后她打车去了火车站 说是要去南平 嗯 警官啊 那钱我要是能找回来 能不抓我吗 能把那 我那奔录 递我一下给你 这个是那卡 钱在里边存着呢 然后这是那一万块钱 然后还差一万 我到时候 我自己给你们补上行吗 我这儿先有点 然后那个 不够啊 到时候我给你们补上 然后就别抓我了行吗 这钱是你呢 这钱是你呢 那这张假币哪儿来的 这这假币不是我的 这是那个 李小勇给我的 他 他不是以前是 给我假币的吗 他拿给我玩的 我一张都没动 一张都没花 真的 待会儿去找胡适吧 走吧 不用看了 那个 那就是李小勇 下一个 没问题 这也是他 你确定 我确定 我们俩上下部住五年 他真归我也认识他 那关于这个李小勇 还有假钞 你还能想起什么呢 我就记得他有个亲戚 也是搞假钞的 好像是他的上限 然后他从他那儿拿货 十块钱换一张一百的 他亲戚要什么 就 那我真记不得了 有一个叫三叶的人 你听说过吗 三叶 有点印象 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在我们抓到了李小勇之前 你还不能走 会有我们的人陪着你 好吧 那我那个手机还 不用 假如李小勇打电话给你 你就按我们的意思跟他周旋 好 你跟他们去吧 好 走吧 老姑 这个李小勇可能是 假钞案的突破口吧 挺好啊 一个诈骗案 顺带扯出来 你盼望很久的线索 挺好 要能抓到这个三叶 我得好好请你喝顿酒 你别请我 你应该请老钟的丈母娘 这事是她引起来的 我得赶快去南平找李小勇了 快去吧 走了 走吧 怎么样啊 只能给妈找回来二十九万了 吓死我 李小勇拿走那一万 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那一万块钱就算了 就当让我妈 花一万个钱买个教训 让咱妈长个教训 拿来吧 这个钱现在你可不能拿走 得按法律程序走 我知道 谢谢啊 你怎么回事又不带钥匙 我做面膜呢 好热 不好意思 没事 不好意思 夏宇 没事 没事 得祥呢 他还没回来呢 要不你进来坐会儿 他一会儿就下班 没事 你把这个东西正好交回他 这什么呀 他看了他就知道了 行 你还是进来坐会儿吧 喝口茶 他一会儿就下班了 不过了 不过了 我之后还有其他事 我得赶紧走 行 回来你给他就行了 你继续撞美吧 我走了 再见 走 钱给完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以后公司里边这些事情 你少过过 好 让他们明天早上六点到南平跟南会 好 好 马上通知 等等我 你干嘛呀 去钢琴家 好 啊 啊 走 出草驰 几天就回 又出差 那什么 刚才 那谁 谭峰 来找过你 她来干吗 她说她专程来感谢你的 别说这人还挺讲义气的 喂 你收的东西了 我数过了 十万块 你看啊 你这忙也给他帮了 事都办成了 这也没多少 现在外面办点事不都这样吗 何靠你们俩还是发小那么好朋友 你说你要这么给他退回去的都不合适 他的面子万万哥啊 这样 这东西呢 你先收好 等我回来再处理 好吗 好 田田 你刚到了 对 我刚到 你爸妈呢 我爸妈太忙了 田田 看忙了 妈 你等我 妈 你怎么在医院好好休息呢 那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就放心吧 对了 你爸叮咛我说 他一定给我打过电话了 别紧张 嗯 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就行 嗯 加油 加油 妈 你好好休息啊 我先进去了 拜拜 把梦想回答我 你怎么拿过来 我可以了 我以后 我再帮助你 不过来 我去发生了 你来吧 能不能把他 我可以了 你来吧 你这边 得了吗 我可以了 你来吧 不停 你怎么了 老师 我肚子疼了 我要上厕所 不停 你怎么看 不停 我和你都没想到 那些孩子 他会和你都要死 你肯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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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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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添 添添 怎么了 怎么了 添添 怎么了 我挠肚子了 挠肚子了 你们是随身家长啊 对 孩子应该是急性肠炎 是不是吃了什么 不合适的东西 我是吃了路边买的包子 你没做完 没事 添添 回家休息 吃药 明天还有一天呢 那勇敢点 好 什么呀 谁的呀 你的呀 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去做手术 我陪你一块儿去 那不 我要把人孩子生下来 别闹 你这生意这么忙 还有时间顾及这点东西 这跟生意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管 大不了生下来 我自己一样着 什么意思 你不想跟我在一起过了 你说你跟你老婆都分居这么多年了 婚姻都名存实亡了 现在你有自己孩子 咱们三个一起过不好吗 咱俩打认识的时候不就说过这个事吗 只要咱们俩自己能够开心快乐地过日子就好了 谈婚论嫁的事情不是不提吗 你家人怎么又来了 那我问你 咱俩在一起都五年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喝多了我给你收拾 你生意不好的时候我陪你扛着 又给你当司机又给你当保姆 还当情人 那我呢 那这么多年我对你薄吗 你现在的那套房子 你爸妈在家乡的房子 你的跑车 你的首饰 你的衣服 你的吃喝拉散不都是我的钱 那是我应该得的 我穿漂亮衣服不是给你一张脸啊 行了 我不跟你谈了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还想跟我过日子 你就乖乖地去把那孩子打了 如果你不想过日子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 告诉他我怀了你孩子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好啊 那就让胡队来评评你 我告诉你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你别把我的朋友牵扯进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也告诉你 你别逼我 这孩子我生定了 你别以为你这些年偷税漏税 走私车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别忘了 你给胡德强送那十万块钱 可是我陪你去的 罗同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事情我全知道 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自己瞧着办 你自己瞧着办 你站住 干吗 什么东西 给我 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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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二 老同 老同 您这个电话是 87564876吗 是啊 您帮我们回忆一下 昨天上午大概十一点 这个人在您这儿 打过一个电话 有点印象 他来过好几次呢 他打完电话以后 往什么地方去了 您记得吗 他就 就在对个酒店 你们俩 带人分两组 守住每一层的 电梯和楼梯 方老王 你跟着吧 好 倒在哪儿 倒在哪里 刚刚 应该就在楼里 你走远 铁楼 怎么样 整个楼地间和电梯都走了 没有 这样的话 咱们从这层开始 按门搜吧 走 等会儿